那我就補錄一下 所以我們剛剛最主要就是說你可以從這邊 從這個 邊框裡面的輕鬆邊框 你找到這個相片 白邊 簡單的 你可以這樣錄進來 那這個都是比較簡單一點 如果花樣邊框就可以有比較花俏的 比較花俏的 那我們剛剛講的這邊你所看到是我的最愛的 所以您可以從這邊去找 找到 比較多的 好玩的 那像這一 比如說這一張 點進去有沒有 好 那 萬一位置不對就是在這個選區這邊稍微調整一下 稍微調整一下 按一下預覽 這裡面就會改變了 如果沒有問題就按確定 如果真的很喜歡這張按右鍵 加到我的最愛 下次你就不用跑了因為 當你東西太多之後你要找到同一個是比較難 有沒有 這樣就比較容易確定 那你就做了啊 嘿這樣就OK了 那這個尺寸呢您看一下 是 還有這麼大 還有這麼大 講到這邊我順便提一下 請問老師知道到底我洗照片的時候要用多大 幾百萬像素會比較OK 平常我們拿去洗的時候您都 拿去洗啊 會出來就出來 沒出來就一直老闆告訴你啊 哈哈哈哈 但是其實這裡有一個您可以參考一下 這裡有工具裡面 他有一個 叫做什麼 參考尺寸表有沒有 當然每一家會有一些略有不同啊 不過大致上 大致上 如果您要做的是 所謂的我們現在都到處都是4乘6嘛 所以大概是多少 18乘12 大概300萬啦 大概300萬左右 所以你300萬左右大概就可以洗4乘6了 那如果您要再高一點 可能您的尺寸就要在 就是那個百萬像素就要再多一點 所以你看 原則上 如果您要用的東西都是用在螢幕上 比如說您在做教材 那 事實上 像素要不要很高 不用 除非你要拿去洗出來 不然的話 大多數都夠了 他們現在像素提高的目的主要就是用在哪 大尺寸 就是比如說像人家婚紗照有沒有 大廳的20 20吋的那種 那種材料 不然的話 平常螢幕上都OK OK所以這根 給老師稍微做個參考 那我把畫面就還給您 我把什麼匹徒撥下來 我和你在砍 中文貢 在哪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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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